程式之後呢,在VBA裡面可以看得到 VBA裡面可以看得到我們的這個程式出來 類似像這樣 那剛剛同學比較容易出錯就是說 這個M的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如果你沒有加空白一定會是產生錯誤 這個是它的VBA的一個基本的寫作的規則 沒有為什麼,它就是這樣的一個規則 你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你不能改變它 它這個規則定下來就不能改了 那這個也是寫程式 所以如果你們學會VBA的話 至少你會寫一種程式 你要再學第二種第三種語言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簡單 可是你如果連一種程式語言都沒寫過的話 那你將來要學其他的 那一定還是很困難 所以基本上呢 所有程式語言裡面 最接近我們的內容一般語言 其實就是這個VBA 因為它裡面的單字應該基本上都看得懂 只是說規則你還不習慣 另外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盡量你們就 像那個什麼呢 這個階層呢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這個階層 就是說如果你這樣放在一起 你會看不太清楚 到底FOR跟NAS之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你這邊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TAB 那這邊沒有TAB 你又對不起來 所以你的TAB是最好 有FOR一定有NAS 也就是它是一對的 像剛剛有同學 有FOR沒有NAS 它就跳出來 錯誤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是這樣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它把它當成是一個字串 最後呢這個字串會丟到哪裡去呢 就會丟到那個我們的 Formular 就是上面插入函數那邊 丟給它 它就幫我執行 執行的結果放在哪裡呢 就是放在這個Sales裡面 有沒有把它丟進去 那這個方式其實跟我們一般在處理Sales的流程差不多 我們不是輸入好那個公式之後 按一下打勾之後有沒有 它就把那個結果放在你自己指定的那個儲存歌裡面 只是說這邊是自動化的 自動化的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有很多大量資料要做處理 那試算表它基本上的結果一定就是什麼 縱向跟橫向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大型的試算表 你要做處理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自動化的基本雛形 所以將來無論用什麼反正都跳脫不了這個回圈 跳脫不了回圈 所以這個是算最基本的 也就是之後的自動化 都是從這邊慢慢去衍生去改出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盡量各位要多了解這個部分 然後呢 當然除了說這個 這種方式之外 當然還有別的方式 我想慢慢我們再來 再來講 因為上學期 有同學也有上過 然後我有講過另外的方法 不過暫時我還是 不要講太多 所以各位會 比較容易消化不良 這東西 你請